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想講一下愛國者治港語忠誠的廢物 自從港澳研究會的理事田飛龍 這位田教授的紅文寫了 香港是需要賢能的愛國者 而不是忠誠的廢物之後 引起香港的愛國界別 建制派有一些對號入座 怕被人 大家都會有些人心惶惶 究竟他是在說誰呢 是不是在說我呢 忠誠的廢物是誰呢 所以在不同的場合 記者都很不生性地周圍去問 這些愛國者 這些建制派 究竟是不是忠誠的廢物呢 你怎麼看忠誠的廢物呢 話說新聞黨的容海恩擺街站 要支持愛國者治港 有十幾人在那裡 警察只不過登記了他們的名字 你怎麼看田教授所說的忠誠的廢物呢 什麼人是忠誠的廢物呢 容海恩的回應呢 就說新聞黨要用自己的理性分析 和處理立法會的事務 地區事務 希望將市民的聲音帶入政府 容海恩說 我不認為任何人呢 是廢不廢物的 也不是一些人誤解這麼說 說我們是橡皮圖章 他說呢 他一直都是用這個 專業的法律知識呢 服務社會的 希望自己用知識 用能力來做事 不會盲從附和 別人說對我們就是說對 錯就是錯 我有自己的分析能力 那我不知道 大家自己評價 我就不在這裡說 究竟容海恩算不算入 這個田飛龍所說的內容裡面 不過看他的回應 似乎都很緊張 這幾個字的評價 因為當然啦 因為所有人都有嫌疑的 所有人都有嫌疑 在建制派裡面 他說不需要忠誠的廢物 要言能的愛國者 那大家就去問自己 對著鏡子 問自己 究竟我是忠誠的廢物 還是言能的愛國者呢 當有人問到我 我會怎麼回答呢 一定會出現這個情況 每一個建制派都有嫌疑 每一個建制派 都可能被人家對號入座 或者自己對號入座 好了 講到這個忠誠的廢物 大家知道現在在北京開兩會 都要表態 對於這個愛國者治港 對於這個國安法 大家知道香港福建幫很愛國 福建社團聯會 大家都知道 是香港的愛國的重要的支柱 力量的重要支柱 有一位就是全國政協常委 是福建社團聯會的榮譽主席 和我同姓有姓吳的 不過名字比較麻煩 叫吳良好 這位吳良好就在這個政協會議 發言 他說什麼呢 他在大會上發言 他說 國安法6月30號實施 宣佈實施 從中午到止夜 我和很多香港市民都一樣 心情激動 不少人走上街頭高舉五星紅旗 表達興奮的心情 實施半年多以來 香港社會安定市民安全人心安寧 6月30號這一天 人們再次流淚 這個是激動的淚 是欣慰的淚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這個6月30號實施國安法之後 香港是有人走上街頭的 都可能有人激動落淚 不過是不是激動的淚 是等於欣慰的淚 而那幫人上街頭之後 被警察拘捕的 被警察驅趕的 就是有人拿著這個被禁的旗次 被禁的口號 說違反國安法的口號 上街要求民主要求自由 痛失自由而悲痛落淚 又不是好像這位吳常委 這位吳良好常委的描述 然後這一句才是真實 他說國安法實施之後 香港安定了 然後年初二在車公廟求的簽 都比不上國安法這一支 上上簽 然後就說 香港的治理者一定是熱愛國家的 擁護中央的支持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用制度保證愛國者治港 我堅信 有習主席和中央關心支持 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統 有愛國者治港 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更美好 我又不知道田教授如果在場 或者是時候看這位吳常委的發言 他所說的 忠誠的廢物與賢能的愛國者 究竟這位吳常委是誰 這類人很多 其實香港有 中國大陸有 不少的政治運動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就極致 我這裡也舉個例 講這個芒果崇拜 是吧 就是 巴基斯坦好像送了 不知多少芒果給毛主席 毛主席就不吃芒果 於是把芒果發去底下 毛主席送過來的禮物 幾乎是在圍著他跳中字舞 真的不是開玩笑 在喊口號 很感謝毛主席 就是 田飛龍如果生活在他年輕 可能未經歷過 民革時代 我想他都會看這班人 這班表達忠誠忠心的人 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忠誠忠心的人 就是忠誠的廢物 肯定 但是吳常委所說的話 就是跟香港 那些人走上街頭 拿著五星紅皮 激動落淚 是恩惠的淚 他是在哪裏 用哪隻眼睛看到 這些說法 跟香港人的認知 跟香港人的理解 跟香港人的見證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算不算 好像田飛龍說的 他是夠忠誠了 究竟是賢能還是廢物呢 不過不重要的 這班人不重要 不重要的原因是 他們雖然是常委 雖然是政黨中人 對香港的影響力 對香港在輿論上沒有影響力 你純粹是表忠的 向中央 在輿論上沒有影響力 在人心上沒有影響力 是不大 只會有機會被人笑 你誇不誇張 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未見過 為什麼 但是一位在香港的政壇上面 有長遠的 非常久的 很長遠的歷史的政治人物 雖然現在已經是滿頭揮發 已經是一個半退休的狀態 但是他仍然是 就著香港的問題 有很多的發言 這位就是 立法會的前主席范徐為泰 他當然是很忠心 很多朝的元老 港英時候 已經是政壇裡面 隻手可疑的人物 到九七之後 他又做了立法會的主席 雖然現在退下來 連人大常委都不是 但仍然是很活躍 在香港的政壇上面 凡凡中央有什麼需要 他都會跳出來 會撲出來 為中央雪寒 為中央發言 掩然是一個中央的代言人 當然這一類人有很多 譬如包括這個 兩譚 譚耀宗 譚惠珠等等 譬如好像根正苗熊的梁愛詩 泰徐麗泰說的說話 今天說的說話 是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算不算是倒迷 他怎麼說呢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當然他是全力擁護中央 現在要愛國者治港 就叫做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他就說在現行的選舉制度裡面 那些民主派議員就是攬炒派 不是互相制衡 他在拖後腿 阻礙特區政府的施政 所以有人認為 有人提出 用選舉委員會產生 30到40個議席 即是90個議席裡面 選舉委員會有機會產生 30到40個議席 而地區直選會會減少 他說無口非 他說香港目前運動的選舉制度 是不可行的 會將香港的繁榮和安定附諸流水 香港已經被迫到懸崖邊 所以為了香港為了國家 沒有辦法再忍 只能夠改善和完善選舉制度 除了不愛國 不願意接受憲法和基本法 不願意為了香港 為了香港安定努力的人 自尊門外 然後 接著 接著說什麼呢 接著他就說 如果要回顧歷史 回顧歷史 一國兩制的初心是什麽 他一定要回頭去看 一國兩制的初心 是香港擁有不同的制度 但是呢 是應該在自己的制度底下辦事 不應該不尊重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不應該干涉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些是老生常涵 老掉牙的說法 香港的顛覆基地等等 不過 一國兩制的兩制是什麽來的呢 是經濟制度 是金融開放的制度 而不是政治制度 要改變政治制度 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常委 或者備案才能夠實施的 我聽完之後 你不是吧 真的1984裏面 George Orwell 誰控制過去 歷史 就控制現在 誰控制現在 誰控制將來 一國兩制的初心 兩制不是指政治制度 只是想經濟制度 金融開放制度 阿范太 我們這班人還在 還未死 即使死了 香港這班年輕人很厲害 可以找到很多歷史的文獻 即使不找歷史文獻 你看基本法就知道 一國兩制 講銀子講高度自治 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 資本主義制度 只是講經濟金融制度 第一 不要玩 就是侮辱我們對於這些最簡單的問題的常識 第二 基本法寫了 四十五條 很清楚有關於特首的選舉 有關於立法會的選舉 在這個政治制度那一篇 裡面 是要怎樣的 是要 循序漸進地 邁向全面普選 包括 立法會 每一個議員都是普選 產生什麼叫普選 那當然是一人一票 普選當然不是功能組別一會一票 普選當然不是由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議員 跟著特首選舉是最終邁向一人一票的普選 那你不要告訴我 當然 你可以說是協商都可以 但在附近一附近二講得很清楚 最終是邁向這個部分 那我就想問 如果范太太想說 一國兩制的初心是講這個 經濟金融制度 而不是講這個政治制度 那 香港 為什麼要邁向普選呢 如果一國兩制的初心 跟政治制度無關 換句說話 香港政治制度 跟中國大陸看齊 我就想問 中國大陸哪個城市 它的人大 好像香港那樣 有全市 一人一票的選舉 產生 他的議員 縣一級的又有 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好久都沒聽過他們的選舉 我讀書的年代 就 好行的 也有曾經舉行過 現在究竟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市的人大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 那個選舉的方式是什麽呢 是不是真正公平公開的選舉來的呢 有沒有說說他的市長 是要最終邁向普選呢 雖然現在沒有了 他的市長連 一千二百人一千五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都不存在 是不是 那你說不是啊 選舉好像要經人大通過的 市長那樣 大家都知道不要玩了不要笑了 如果一國兩制的初心 和政治制度無關的話 一開始 九七前 九七後 那個選舉的制度也要和大陸看齊 范太也是很忠誠的 因為要 就是叫今上 現在就說兩樣東西 一個叫愛國者治 一個叫完善選舉制度 那兩樣東西都是一樣東西 目的就是 重重關卡 把這個 反對的聲音 把民主派 徹底地 清一色 排除出去 現在是搞清一色 不是運一色 聲一色 要全部是一模一樣的一種聲音 他很忠誠 要為這個主旋律 去說話 去服務 不過 就是一個香港人 他應該還是 照計 都應該用香港的一貫 香港人聽得名 容易入耳的 有說服力的說話 去辦事 是不是 去說 就是因為 突然之間搞愛國者治港 突然間要所謂 完全選舉制度出來的方案 太過荒謬 沒有人能夠 沒有人能夠 很有說服力地 為他辯護 於是就 說了一些歪理 開始已經不是這樣的了 開始一國兩國初心 不是政治制度 是經濟制度 是金融開放制度 是金融開放制度 他很忠誠 究竟他是否是賢能的愛國者 我真的不敢說 他是很愛國 但他是否忠誠的廢物 我留給田飛龍教授自己去做裁券 或者他自己的對號入座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做一個評斷 因為太複雜 太多這些言論出來 去考驗我們的智慧 有時候我都會很懷疑 在說什麼 我聽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為什麼撲出來說這些話 這是什麼人 這個 我有時候會這樣問自己 我認識的范太 她很聰明 她是港英時代 一直培育出來的人 很聰明 就是聰明過頭 看著這個特區政府 看著中央政府 要做這些事情 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她要夾行出來 為他辯護 就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的方式 當然 當然 誰是忠誠的廢物 誰是賢能的愛國者 大家自己去評斷 或者由田教授自己去評斷 最好田教授不要說了這件事 開了之後就打個雅迷 給大家在那裡 無論是那些好事之徒 唐邊殼 就在那裡數 誰打誰誰是誰不是 又或者她自己 害怕起來 自己問自己是否 因為這番說話 縱使 最後不是代表北京的看法 不是代表中央的看法 但是 說完出來 對他們的傷害很大 不過我又想問 回頭 其實 田教授都是一片好心 就是覺得 香港這班所謂的愛國者 水平高一點 可以不可以 有少少行鐵不成港 但是我覺得 跟北京政府 中央政府的角度來講 他們很喜歡忠誠的廢物 他們真的很喜歡 為什麼 講了很多次 他們是 想 喜歡的 紅的那些 不是有紅的那些 他們覺得 忠心是很重要的 能力是次要 他們幹部用人的標準 都是這樣的 那麼 能力不重要 就是廢物 忠心重要 就是忠誠 所以田教授的看法 雖然令到香港建制派人心惶惶 但我認為 你們放心 你們越忠誠 越廢 越得到中央的 會清眼有加 會得到中央的重行 因為如果你有獨立思考 你有批判的思維 就對不起 這種人 是不會受到中央的重行 反而會覺得你 不聽話 然後扣很多母字給你 這個 有不少的人 在這個 左派的圈子裡 都是這樣 曾育成就是一個版 這條影片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後快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 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 有些影片 即是是美國人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購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 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